那意大利的整个的这个 吉祥物 那全程超飞 您不知道我那天一跑啊 过量了 平常没那个训练 一下子休克 咱不管怎么叫宋世雄 飞了个时候 我感到一生的荣幸 我们解说一定是 宋世雄老黄忠 门前头球攻门 低空飞机辅助 太漂亮了 那时候啊 我在作为一个观众 作为一个球迷 体会到球迷的心情 他没有那种啊 暴风雨 而是通过我们这个看到 你看这么新人的追求世界杯 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上空 凝固的空气 在一个瞬间 本节比赛的第三个个人入球 传回来 飞罗破门 这场比赛应该说 飞罗发挥了 迷迷进制 有比识大赛点了 就这个节目 在中国球队的关心下而成长 大家好马拉刚长 这球太漂亮了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台湾同胞们 台湾小胞们 2022年 移工视频 世界杯最强音 现在开始 各位观众 这场决赛的时间已经到了 阿根廷足球队以3比1 胜了荷兰足球队 夺得了第11届 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 宋世雄 中国第一代体育界说 各位听众 现在男子单打进入了第五轮 比赛更加紧张激烈 观众朋友们 在这新春佳节的时候 我们邀请了全国十家优秀运动员和大家见面 李宁同志 在亚用会比赛里面一个人得了四枚金牌 三十六年中 她是中国人民的眼和耳 用她的眼睛和耳朵 让观众身临其境 中国女子排球队以3比0 战上了日本队 星野吹朗球出界 中国团以21比18获胜 中国队以5比3 得到了男子团体的世界冠军 她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体育节目主持人之一 姐姐姐姐还这么精神 你好你好你好 代表广大球迷军中 您千万别 您这也是 宋老师跟我们不是一个集结的 我实际就是说 我是属于田径厂商的十项全能 宋老师的这个 给我的回忆更早一些 现在啊 金飞西比 人家愿意听郡哥的 我是91年开始在阳市说 就是跟着宋老师 宋老师是我们这一批人 接触足球的 银路人吧 银路人 是吧 志然真 我对于中央电视台这五个字 有莫大的敬畏之心 就是宋史雄老师的声音 基本每一场西班牙 宋老师都在转动 作业的人 干专业的事 这是社会发展的趋势 他的声音 一度代表了中国体育的声音 和中国的最强音 几十年的解说工作中 宋世雄收藏了众多 与世界杯有关的宝藏好物 在世界杯最强音节目中 他首次展示了自己的众多收藏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开启 宋世雄在世界杯最强音中的 宝藏集锦 我带了一张照片 你看看啊 这位女足那年是拿亚军 亚军 世界杯 拿亚军 这阿维兰热呀 对呀 这阿维兰热呀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 这是在广州体育场 广州体育场 广州体育场 当时把我叫上去 对对对 还握个手 这是阿维兰热 阿维兰热这么大个 你看你看 是吧 是 所以说明足球 在我们国家和世界上的地位 我们是个小小的记者 不足挂齿 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 阿维兰热何等人选 阿维兰热在前边一走 那后边都是保镖 好家伙 那在足球世界足球坛上 说一半呼风话语的人 足球主席好像很多年 很多年 国际足联是吧 很多年 对他是最黄金的时候 我这还有一张照片 94年世界杯 这是门票 门票 对对 这是门票 我当时 这绝对是进博物馆的东西 对 94年世界杯的门票 我们当时有记者证 不用门票 第39场比赛在达拉斯 在达拉斯 在美国 当时我们在达拉斯在转风 这是一张照片 还有一张照片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就是 这张特意歌信封你了 歌信封上了 留着了 这个在座节目的时候 我就给李老师拿来 我们今天先赌为快 这张您看 这是82年世界杯 我们在香港 曾雪林 曾志导吗 曾雪林给我们做顾问 我认识 乖乖的记录 你看吧 一字一字的记 记曾志导的讲话 但当时咱们比如说是解说员 对吧 在现场解说比赛 但是跟球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 非常密切 他会给您 讲全部的战术 和每个队的特点 所以我们实际上就是表达了 这本还在吗 已经不在了 是是是 曾雪林 她是83848588 国家队的教练 那曾志导的讲话 那我们如获至宝 我们不懂 人家是专家 其实也特别想 以后如果有机会 关于曾志导 咱们也做节 咱们做节 这个内容太奉猛了 世界杯正当红 还有更多的球迷 在小胡书上 和穆里尼奥其他内 等世界名帅 一起聊世界杯 82年代 90年代 国人出国 那简直跟做梦一样 那时候您平凡的 在各个大赛 尤其是四年一届的世界杯 那时候去世界杯的现场 让你现在如果回想起来 你觉得哪一届 你觉得是最有意思 意大利90 90 那我印象最深 意大利90 意大利之下 因为我们去了现场 而且那个意大利啊 建阳志导 气氛特别浓 你别看他没得冠军 对吧 得第三是吧 第三 第三 那全程欢呼啊 那意大利的整个的这个 吉祥物啊 那全程飘飞 是 我给您带来一件 您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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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90年 90年意大利世界杯 32年了 这个我特别珍贵 您看看 来 这是他那个吉祥物 你好 你好 对对对 吉祥物 您看 这这样 这样 这样 您看 这有这个还挺大的 这是有头颅 做的才在球 对吧 对对对 然后下面是90块 这当时啊 蓝白红 意大利的国旗的标志 对对对 非常有现代感 非常有现代感 放到现在也是这样 是 就非常有现代感 对 但是这意大利呢 这个世界杯的足球 也给我们留下很多 难忘的 你比如说决赛啊 难忘的记忆 这个记忆呢 不光是在足球场上 而且呢 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接触里边 为什么呢 不今天咱们讲曲纹一世吗 对啊 我不讲比赛 我就讲我们当时的一些 小的花絮 太好了 您听听 好好好 来来来 我们到了意大利以后啊 见到一个罗曼尼亚记者 罗曼尼亚记者呢 他把这个钱呢 是放在他腰包上 那一天一看他的神情啊 哎呦 沮丧 简直愁得不得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 钱被偷了 钱被偷了 你见过说的对 他放在 他的钱都放在腰包里 那不就安全了 腰包不应该保险吗 就给他钱到 护照钱都在这里 结果来了一批青年 是团伙 哎呀 这个青年啊 有一拨人专门 用报纸挡着他 哎 你看这个 这消息 这是意大利足球 今天出现什么情况 他就把他事件挡住了 然后下边 这小偷 啪 就把钱都偷偷 哎呦 还有一次 这建想知道 我们96年去亚子兰大 嗯 我们住地啊 是一个一个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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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城 大学城 公寓 对 我们很多的房间 都被偷 都被偷了 我们带着 带着好多资料啊 带着T恤衫啊 还有设备啊 包括我女儿 给我带了一瓶 剥落香水 提提神吧 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那种情况下 就非常的 宋老师啊 原来一直想把清凉油啊 对 这个风油精啊 升级为香水 结果这次受打击了 受打击了 没升级 所以以后我就不带香水了 那挺贵的 后来贵的对吧 虽然是免税品 还是风油精吧 以后给他们带点 货香蒸汽水 对 这个小偷啊 让我们担惊害怕 我那年去美国 转这个NBA 就是芝加哥公牛 和犹他爵士队的比赛 那时候公牛火呀 火呀 在芝加哥 好香火啊 嫉妒吧你 我们那时候呢 也发点零用金 对吧 也有点简单的伙食费 这点钱 我们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没了它 你就没吃的了 那天去 我就放在我的西装兜里了 后来我 我想这个西装兜 我突然想到 这钱在里头呢 我要上厕所 我得把它拿出来 我一找 哎呦没了 哎呦给我急的 后来我一摸呀 是我事先把这个钱转移了 转移到我这裤子兜的厚兜里 所以那时候遇到的 这种故事 多了 这多了 后来我们新华社有个记者 他绝了 他缝身上了 对了 而且不是缝了一般的地方 他缝在他的内裤里 他把钱缝到这儿 这钱就保住 所以啊 这个大家看出国 这是一件很光彩的事 很很幸运的事 有一定风险 有一定风险 在家千日好 出门一日难嘛 是是这样 我给你带两张照片 98年啊 我还没退休 但是我去法国的时候啊 没有任何的报道任务 既不是评论员 也不是记者 我完全做一个球迷去的 这是和中国明星输出队 一起去的 当时去的呢 哎呀 人多了 什么赵本山呢 宋丹丹呢 深金玉业 景岗山呢 这个梁天啊 都都都都去了 李福盛啊 这个周振仙啊 什么这个 老国分李福盛 都都去了 我拍了两张照片 你可以看到当时的狂 球场的狂 你看这张照片 哎呀 可以 这是在现场了 在现场 对吧 瞧瞧你看 荷兰的成绩军团 荷兰球 这一场比赛啊 是在 98年6月25号 八年举行的 当时周涛也去了 我们这个队伍非常强大 从这一路走 走过来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个小插曲 这场比赛是 98年6月25号的一个小组比赛 墨西哥队对荷兰队 荷兰 这场比赛打成二比二平 荷兰队的小组比赛里面 二比曾经胜过阿根廷 后来荷兰队呢 就进入了阿强 然后进入了半决赛 对对对 半决赛3比5输给巴西队 他就下来了 荷兰很牛的 三次世界别亚军 这个照片大家可以看到一片 对 这叫荷兰的颜色叫什么 成立大军 成立大军 你看 一片全是橙色 那时候啊 我才作为一个观众 作为一个球迷 体会到球迷的心情 进场之前呢 排成队啊 俩中斗之前 我们就排着 我们从来哪干过这事啊 我们都有记者这 优先就进去了 这一个一个排 一个一个排 哎呦 这感觉到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狂啊 它的影响力啊 火爆啊 说疯狂啊 排队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在这去看这场球 真正感觉到这个世界杯的美丽 对球迷来讲 所以这时候呢 以暴隐形的狂 它没有那种啊 暴风雨 而是通过我们这个看到 你看 这么些人都追求世界杯 而且中国的明星都去了 对吧 说个小插曲 在荷兰的时候 这不是荷兰的比赛吗 荷兰的时候 这明星队还跟当地的队 打一场比赛 哦 那有意义 战绩如何 你听啊 这场比赛 你首先先关心我 十号 厉害吧 哎 马拉多纳的号 对 我刚才就说了老黄中式的角色呀 是啊 那当然了 就这号韩江生没有啊 当然了 是吧 我最多 我是个四号 五号六号 我我我我 我他是副一 十号 宋老师守门员吗 你得听着不是 不是 雷西的号 十号 对对 罗伯特巴乔的号 十号 对对对 我还十号 你别看中国足球水平 倍率的号 不是很高 但不管怎么这宋水平 飞得给十号 哎呀 我感到一生的荣幸 是 小插曲啊 咱们轻松一下 想个小花絮 嗯 在荷兰的时候举行上比赛 我是十号 前卫 问我提什么 我说前卫吧 十号 为什么选前卫 当时我对足球理解不多 我想这个后卫太艰苦了 前锋我跑不动 前卫我是可以 撑一下 对对对 李福胜 那天没守门 李福胜那80年的中国队 那好家伙 李福胜 守门员那厉害对吧 他是踢后腰 后腰 然后就在您身后 我在他身后 他一个斜船 李福胜这个船球啊 完全是按照足球 专业运动员的那船球 快快 而且角度大 这个球如果是专业运动员 接这个球可能进了 恰巧是我这么个包袱 哎呦 我使劲跑啊 但您跑出机会来了 哎呦 您不知道我那天一跑啊 过量了 平常没那个训练 一下子休克 哎呦 调整不了了 哗一下子一个前铺 就铺在曹地上了 在赛场上 差一点就没命了 那叫补充投球攻门 是啊 我们解说的一定是 哇 宋世雄老黄中 门前投球攻门 哇 低空飞机补充太漂亮了 我还投球攻门呢 我就想把这个球在哪呢 把这球追上 你追上以后 我来一个 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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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追不上 追不上 追不上 我这体力一下子 哎呦 这人呢 真是控制不住了 就人 那您那时候可小六十了 差点死了 嗯 就这说明对这个世界杯的狂啊 当时不顾一切了 不顾一切 就参加这个比赛 后来我就主动下场了 我也没经过裁判 我边上了 然后就换人了 我就是说啊 这种隐形的狂啊 你也不想想多大岁数了 你也没经过这种刻苦的训练 你接李福胜的球 你根本就不可能啊 是不是 李福胜那什么水平啊 你看 你看宋老师啊 还是做事认真 一看这球传出来了 自己就得去追 对 当时什么年纪 什么身体状况 全忘了 像我这就重在参与了 对吧 你看 我曾经解说的时候 就是跟着中国民进队 就一边踢球 一边跑动 去追球 还一边解说 拿着麦克风 但是就是一个心态就玩 宋老师 您想您那个踢球 那么认真 是吧 对当时啊 我就想到 乔生的意识流了 哎呀 我是吧 我说什么玩意 咱们冲吧 我就往前冲 什么都忘了 脑子一片白 对 我还给您讲个小差距 我们家 这乔生去过 乔生那个菜忙一住 当时住在崇门 崇门的时候 我们有一小屋子 我得到的一个 意大利的这个 世界杯的棋 这不简单吧 对棋啊 对棋 90年我不去了吗 我去了 意大利之下吗 我呢 每次世界杯 我总想来点小玩意 就是跟足球相关的 对 结果90年世界杯的时候 我来了一个对棋 哎呀 喜出望外 这好 这个对棋我就放在我的家里了 我带了一张照片 这是 这是我家庭的一张 你看 这对棋看见了吧 看见了看见了 对对 那是嫂子吗 那是我老伴儿 吉祥物啊 叫 Tiu 真好 宋老师您那时候还很年轻啊 那年轻啊 那是这90年以后 而且您那个呢 32年前 哎 你看中间是这个意大利世界杯的吉祥物 吉祥物 你好 你好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杯呢 就不光是在现场 不光是人们去看球 不光人们经过的这些小插序 嗯 而且反映在家庭里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 一种表现 一种表现 哎 哎呦 这也是那个世界杯的 南非的 格寮 不是 06 06 06 你看你看这个 吉祥物 对啊 人家说这 这狮子好像是 狮子有史以来最憨厚的一个形象 对 这是06年 德国世界杯的吉祥物 对对对 格寮 格寮六世 对叫格寮六世 英国曾经也有过这个 但是这个呢 更健壮 对 印象给人更深 对 另外06年这个世界杯 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奇达内 是 所以我一看到它 我马上想到 得来一个 奇达内的那个场景 哎呀 这个印象确实太深 这个是我和郑平一起去 这个94年 美国 美国世界杯 美国世界杯 你看没有 美国世界杯 有意义 嗯 有意义 94的美国世界杯 对 对吧 你再看这个 18年 也是俄罗斯世界杯 你看 俄罗斯世界杯 对 这俄罗斯世界杯 你看 它每个吉祥物啊 嗯 它都是得带着足球 对 你看这个 哦 这是90世界杯 90年 对吧 吉奥 对 吉奥 它是一个 这个球是个 老年是个球 但是后边呢 是意大利的三色 那个国旗的九属 红白绿 红白绿 这个吉奥 就是意大利语 你好的意思 跟世界杯有关系的 那东西太多了 对了 我得到一个国际足联的旗 呦 这个 你看 它是1904年成立嘛 对 这个挂着这个标牌 这个世界杯 这个国际足联 我这印象还很深 我前几天展示了一个 这个和阿文兰热的照片 对对对 那就是在广东 广州那时候呢 是举行第一届 世界杯女族 女族 90年 我估计孙老师最有感觉 对 90年世界杯 郑平照顾我身体 比我多转了四场 28场 我24场 这宋老师都记着 一步52场 对 那时候主要是靠郑平了 对 那时候是对 那个开幕式也是郑平 是 记得吧 诶 郑平你看这个 记得吧 有印象吗 诶 意大利 对对对 世界杯的咱们记得证 对 这是我还证明 我们去这个94年 美国 美国世界杯 对 你看这是防盗 陈老师 您看那时候的那个记得证啊 等等 它还小 现在越做越大 现在越做越大 霸在大胸口 对了 您说记得证 好 怎么说 我就给您看看大的 大的咱也咬 这个我呀 这个 这不像韩桥 韩桥是收集一些典型的物品 我今天带了一个金属的足球 这是国际足联官方的 它的恰恰是一颗颗金币组成的 我家里还有一个普拉蒂尼 送我的足球 亲笔签名的 我这里没别的 我就是把所有的记得证都留下了 郑平啊 你留没留 有 我这有上百 这都留了是吧 我这是全套了 就从我参加工作 61年26届开始 这个宝贵 这都是世界 这都是历届的 都有顺序 都有顺序 跟足球有关系的 刚才我放了几个 你看这些吧 这是88年汉城奥运会 这我跟郑平我们都一样的 看了我这就等于看了你的了 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这个什么亚运会 这都多了 这所有的记者 你看这记者能现在发展 现在的发展的趋势 高党了 就是不像那 不像原来那一个小纸片 就是好像技术含量高了 技术含量高了 这是很多很多 为什么我把它保留下呢 因为每一次我看到它就使我回想起这次比赛 回想起比赛的精彩的场面 最后的结果也有很多花絮都想到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乐趣 这个证件呢 在我这就脱了去了 这所有的记者证 等于是40年吧 40年 那时候一开始还没那么些记者证 对 就是后来呢才有了记者证 那么我把它呢都保存下来 有时候经常看一看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 这个呀 其实您要说单张拿出来 每张背后啊 您都能跟我们讲好几个 是啊是啊是啊 浓缩的历史 我们那会儿都有一个爱好 用一点空闲 去拿中国的纪念章和人家换 交换 对 当时那些大型的赛事 它也是一个文化交流的地方 那时候 徽章交换 郑平啊 乔生啊 他们精力充沛 我还不敢 分散 力量去弄这些 这就是顺便的这些 这些东西 这个交换啊 已经成了奥运会的一个经典项目 对 它英文叫one by one 就是一换一 是的 不管你这价值多少 因为你喜欢这个 也可能最后用一个纪念章就能得到 对对对 这个很厉害 对对对 而且很多中国游客回来都会了 去了以后 游团都告诉他们 你们就跟他说one by one 一换一 对对对 交换就行了 这个国际奥运会 有个收藏委员会 认可这个 现在已经都成了一个文化项目 有一些 你比如说球名也好 或者体育名也好 他们在身上啊 就挂满了各种体育汇章 对对对 你要看中其中某一枚 你可以提供自己的东西 如果他感兴趣 当即成交 万倍万就换了 这个现在已经有个世界名人了 墨西哥的有一个 对 墨西哥 每届世界杯都来 都去 他不是那个大草帽吗 是啊 上面全是大袍 大袍子全身穿的都是 你要跟他换 你就给他一个 然后他身上给你摘一个 你喜欢那个你挑 对对对 今天啊 节目最后啊 咱有一个小彩蛋 11月13号是您的生日 哦 我们的剧组啊 为您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 这个呢 是给您准备的一份礼物 世界杯最强音 咱们节目的logo 一个纪念本 谢谢 邓老师您看这蛋糕 红红通通的 然后边上呢 大寿陶 对 足球 福如东海 哦 寿米南山 对 你看您自己接上了 对 我是祝各位 寿米南山 宋世雄的一生 对足球的热爱从未停止 对解说的严谨训练从未停止 对中国体育的奉献从未停止 对中国的体育来说 宋世雄的声音是莫大的宝藏 而对一代中国人来说 宋世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宝藏 宋世雄背那个十号 哎呀 我感到一生的荣幸 交换啊 已经成了奥运会的一个经典项目 对 它英文叫one by one 上小红书搜索世界杯 发布笔记和评论 您的精彩观点 将有机会获得 布里尼奥其他内的回应 还能参与 序位答题 挖合百万毫历 对啊 他就是 他肯定 他没思考过这个 他没有思考过 因为在欧洲不可能有 那个记者们 他这个问题 但是我 我一个中国记者 我就对这个感性 你最后没心想了半天 最后说 说我高中计计 因为如果不能高中计计 他不可能低于职业的方式 对 对